就是不是錄的 也就不是靠以色有幫我產生程式 而是自己要寫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所以首先的話 大概寫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可以先寫一個 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直接就丟進去這個動作 也就類似像瓜糊自算丟公式的動作 但是不是自己寫的 可是如果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寫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先在 我這邊底下這邊有VBA 所以第一個的話 先產生一個一個程式 叫做瓜糊自算底線公式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底線公式 怎麼加 首先第一個 請你在VBA 以後的話你要寫的話 那記得一件事情 你如果自己要寫VBA程式的話 那要寫在哪裡 特別注意 你要寫在這個模組 所以特別注意 你要先確定一下 你有沒有模組 有 那接下來的話寫在哪裡 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要寫在聚集的下方 這邊可不可以 也可以 或者是說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假設不想跟它放一起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另外產生一個模組 也可以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在模組這個上方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把VBA放在裡面 兩個方法都可以 那我們先用比較簡單的好了 也許我們比較簡單是直接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 這個聚集的下方好了 那你說老師 那我要怎麼寫 怎麼開頭 很簡單 你先打個sub 反正不管 你將來要寫一個 就是程式的話 開頭一定是個sub 然後空一格之後的話 把那個名稱輸入上去 也許那個名稱我們叫刮符字串 那功能就是公式好了 輸出公式 Enter 那你會發現 Enter之後的話 它會自己幫你加刮符跟那個EnterSub 那也就是說 我要把程式寫哪裡 其實就寫在這個sub跟EnterSub中間 那如果我今天要寫一個什麼程式呢 我要把這個公式 直接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目前裡面沒有公式 所以我可以怎麼寫呢 如果你要把公式放進去的話 那第一個你要告訴他說 你的儲存格在哪裡 那儲存格在哪裡 其實有兩種表示方法 一個是用range 有沒有 前面這邊不是有range B2嗎 這個是一個方式 或者是說另外一個方式就sale 不過因為哪一個儲存格的話 你要打一個 所以我們用sale好了 sale加s 那sale為什麼加s 因為指的是這個工作表 全部的儲存格 然後刮符 刮符之後的話 他會問你說哪一列 這個B2的話 比較可能跟你原來的思考方式不太好 它是先列 所以我希望呢 幫我輸出到第二列 逗點 哪一欄 你可以輸入二欄 沒有 第二列的第二欄 可是你輸出第二欄這個敘述 比較不好理解 所以我的習慣是會把它改成 用一個文字 就是輸出哪一欄 B欄的意思 所以你如果將來看到這個敘述的話 Sales 然後刮符裡面第二列的B欄 這個指的就是這個儲存格 B2儲存格 然後要放什麼資料呢 我先等於兩個雙引號 你可以怎麼樣 把公式給放進去 公式怎麼放進去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串公式 我可以先切到剛剛聚集這裡好了 這邊 這個公式 你可以把公式複製一下 那就直接貼到那個哪裡 貼到剛剛複製之後 記得取消一下 按取消 因為如果你沒有取消 BPA沒辦法切 所以取消 然後再切到VTOPASC 然後直接把剛剛的公式 就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 那他就知道說 原來你是要在這個儲存格裡面 輸入這個公式 可是請記得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把這個公式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的話 會有個問題 VBA本身就有雙引號 它用來當成是文字的開始 文字的結尾 可是你公式裡面也有雙引號 他會變成說 他搞不清楚說 到底你這個公式裡面 雙引號是指的是什麼 因為VBA 他會把雙引號當成是文字的開始跟結尾 所以會混淆 那怎麼做呢 好像前面我們有做過類似的 如果你假設要把它貼上之前 請你先貼到一個記事本裡面 然後把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找Windows裡面的附屬應用程式 找到那個記事本 然後我的習慣是貼上之後再取代 編輯裡面有個取代 然後把一個雙引號變成兩個雙引號 OK 所以這些一個都變兩個 全部取代一下 好 這樣OK了 那你再把這個公式直接複製 貼到剛剛的雙引號裡面 記得喔 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這個公式 放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把它貼上 好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如果假設 我們把它切到 剛剛的工作表 這個工作表裡面沒有 那你再把它弄一下 你會發現 弄了之後呢 你說老師怎麼沒有東西 其實是有啦 只是說因為這裡面本來 它就是會把那個 什麼 那個 那個 資料給清除啦 所以如果這個沒有反應的話 你可以再做另外一件事 就是怎麼樣 再輸入下一個儲存格 下一個儲存格怎麼輸入啊 就把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那這邊改成第三列就好了 A是說B3的意思 B3要放什麼公式呢 那把底下的這個公式 全部改成A3 有沒有 本來A2嘛 改成A3 總共好像有四個吧 OK 然後呢 你再弄一下 你會發現呢 再弄一下 有沒有 剛剛輸出一個儲存格 那如果再弄一下 這邊就出現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從第二列到第十列 做這些事的話 那怎麼辦 那你說老師 那是不是繼續貼呢 有沒有 這邊是2、3嘛 那你說下一個呢 再把這個複製貼 貼到下面 那不就是4 然後通通改4 再貼 改5 那好像沒有比較厲害 那幹嘛寫成4 哦 對 所以顯然不應該這樣做 所以如果你看到一個連續範圍 它的數字應該是多少 第二列嘛 到第幾列 到第十列的話 那你應該在上面寫一個回圈 所以喔 特別是我是覺得城市厲害的地方 就是有回圈 回圈就是幫你重複做的一個功能 這個功能的話 你要跟它講說 我要重複做的那個範圍是 所以你打一個4 4i i的話是那個列的變數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列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NAS指的是下一個 所以它會先執行2 NAS跳回去之後變3 NAS跳回去變4 一直到10停下來 所以這個是開頭 這個是結尾 那這個開頭跟結尾 跟什麼有關係呢 跟這個有沒有 特別是喔 跟這個有關 你要輸出的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 第二到第十嘛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很簡單 你就把剛剛寫的這兩行有沒有 其中一行搬到 這個4回圈裡面 意思就是說 我要在這個回圈裡面執行 記得我建議按個TAB鍵 TAB鍵的話呢 就是意思就是在這個裡面被執行 好 那下面這一行我就把它刪掉了 這一行其實就不需要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很簡單 你只需要什麼 把這個2的地方嘛 除辰格改成i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要輸出的公式 幫我輸出公式喔 輸出到哪個範圍 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如果你輸完之後 它就會幫你把公式全部填進去 可是填上去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後面這邊有個A2 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A2 總共有四個A2 那這個2的部分的話 你說老師 那我是不是直接把那個i給放進來 真的不行喔 如果你把i放進來 那就會出現錯誤 如果你把i放進來的話 它就變成 i就是一個文字 而不會是一個變數 所以今天來說 最難的地方在這裡 如果你要把那個i 放到A2的這個2裡面的話 記得喔 有一個地方可能要特別小心 第一個的話 你要把i放到這個2的位置喔 你必須把這個字串有沒有 把它先切開 切開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串在中間 所以第一個喔 你要怎麼切開 1選到2的位置 2的話呢 切開就是兩個雙以後 1是說前面那個字串 跟後面那個字串 那中間的話呢 加兩個串接符號 串接符號 就AND 然後再把i給放進來 記得AND前後一定要空白 這個是VBA的規則 Essal裡面的公式不用啦 但是這邊一定要 有沒有 所以喔 也就是說呢 把剛剛的2改成一個i 然後串在這個文字串的中間 記得喔 這個大概對同學來說應該是最難的 因為以往的經驗 老師這什麼我看不懂耶 然後我就說 其實就是把一個i串在中間 所以啦 如果你暫時無法理解喔 沒關係 有個方法 我建議你先把這個口訣背一下好了 以後如果你要串一個i在中間的話 1把2選起來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 反覆多做幾次啦 我想你應該就熟了 以後你慢慢就知道 這什麼意思喔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前後空格 這個可能要稍微熟練一下 以後的話 反正固定喔 選2嘛 雙以後兩個 移到中間 加AND兩個 再移到中間 再加一個i 把i放進來 然後AND前後空格 好 如果假如你沒做錯的話 理論上移開應該就不會是中文 不會是紅色的字喔 接下來的話你就直接把這個執行就OK了 有沒有發現 那怎麼執行很簡單 你就是直接把游標放在這個SUB的中間 然後去按一下哪裡呢 按一下上面的這個執行 就OK了 試一下好了 所以這個比較難一點 但是 將來的話 如果你希望 能夠再提升你的Label 你的專業的話 那可能就有必要 把剛剛用錄製的改寫成自己的一個VBA程式 OK 試一下喔 所以剛剛比較重要的關鍵 第一個是儲存格啦 第二個是放公式 但公式裡面記得喔 如果有雙引號一定要改兩個 另外的話呢 它裡面的2 記得要把它串一個I 那不是直接放個I 而是要把這個I用這個串接的方式 把它放在一個文字的當中 規則大概是這樣 試一下